好久沒有這樣坐下來跟大家聊聊天了 那今天想要拍的影片是50 facts about me 那為什麼想要拍這個影片呢 是要讓大家可以更了解我 然後也要再次謝謝大家讓我可以突破1000訂閱 雖然1000訂閱可能好像沒什麼 但是真的是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 因為就是每週都要發影片啊 或是在想影片題材要拍什麼啊 腳本要怎麼寫之類的 實際上後製的作業真的是要花蠻多時間的 所以還是再次感謝大家 那今天的50 facts about me 我有在Instagram上面就是問問題給大家 所以有沒有想要問我的問題啊 或是有什麼好奇我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整理了50個問題 今天的問題我沒有按照類型去把它分類 就是可能有一些基本資料是放在123題啊 然後七八九 就是不是一個類別是基本資料 一個類別是可能未來的規劃等等的 就是我是把它分散開來的 因為有一些問題我覺得有點難界定去分類 所以我就想說算了 那就把問題就是亂挑這樣子好了 第一題是名字由來 我的名字是Athena嗎 那為什麼叫Athena呢 是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 這個故事其實蠻有趣的 我在高中的時候的英文課上面 英文習咒上面看到這個名字 我就覺得這個名字念起來也就是太有氣質了 就是很好聽 所以我後來去查了它的意思啊 寓意 就知道Athena是雅典娜嘛 那雅典娜是智慧女神跟戰爭女神 就是我覺得我想要向她看齊吧 就是很有智慧啊 很聰明 然後很有力量 很強壯這樣子 再來第二個問題 我是4月2號出生的 我的星座是母羊座 第三題幾歲 我現在是24歲 第四題的話是身高 我身高是158公分 但是今年我年初去拔致尺 在醫院量的時候是159公分耶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到底是有長高 還是原本的158公分 然後體重的話我現在是44公斤 第六題是家裡成員有哪一些 有我爸爸媽媽阿嬤姐姐 然後還有我們家的狗狗 第七題是家裡有養寵物嗎 有我們家有養了三隻狗 然後哪裡人 我是台北人 有近視嗎 有我有近視 近視的度數是425跟350 然後閃光都100多度 其實閃光蠻重的 再來是隱形眼鏡的品牌 隱形眼鏡的品牌 我是帶 我是帶 我查一下 我是帶哪一個牌 我隱形眼鏡是帶庫薄的 然後我是帶透明日拋 那一盒裡面有30片 就等於說我只要一個月去一次眼鏡店買隱形眼鏡就好了 我以前帶的是就是放大一個變色片 那通常都是雙周拋 所以我兩個禮拜就要去一次 就比較麻煩 現在就一個月去一次就比較還OK 因為我有點懶 就是如果要常常去的話我就覺得很麻煩 再來是大學以及研究所的科系 我大學是唸新聞系 然後研究所是唸傳播研究 為什麼讀新聞系 其實我從高中就是蠻早的時候我就對於大眾傳媒這一方面都很有興趣 所以我其實蠻早就確定我的志向是要走這一條路 那一開始進大一的時候是真的有主播夢 可是後來深入了解這個工作性質 還有記者的工作性質之後 我發覺說這個工作好像不太適合我 就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很光鮮亮麗 可是實際上要付出的努力是真的很多很多 不是說其他工作不用付出這麼多努力 而是說相比之下這工作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你要真的很有熱忱你才能堅持下去 對好 然後再下一題是為什麼輔系大氣系 我輔系大氣系是因為我們學校剛好有大氣系 大氣系全台灣只有我記得好像只有四個學校有吧 那我們學校就剛好有大氣系 然後我也對於氣候變遷啊 環境議題都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就去服系了大氣系 但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說過 我不是一股腦的去決定說 好我現在就要服系了 而是我就是去先修他們的一些比較基礎的課程 比較適合外系身上的課 就比較基礎的那種 因為我是文族的學生嘛 那去修梨族的太艱深的課 我可能會聽不懂 所以我就先修了一些比較簡單的課程 然後修了之後我確定我真的有興趣 然後我就去修了學分學成 然後再來才決定說我要服系 但其實我一開始認為的大氣系 跟我之後深入去了解的大氣系 其實相差蠻多的 因為我一開始覺得說 可能跟高中的地科課 可能程度上面是差不多 可是實際上的大氣系 很多課程都是需要去用數學運算啊 用物理的知識 去了解這一個天氣的變化 或是氣候的改變 或是什麼物理過程 就是我們需要去用數學去驗算 而不是像高中一樣 我們只知道就是一開始的原因 跟會導致什麼結果 那我們在大氣系的時候 會了解中間是怎麼運算 運算的過程 然後一些機率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真的蠻辛苦的 因為我是文族的嘛 所以我還要去多修一些新聞系 沒有的課程 像是微積分啊 然後工程數學 或者是熱力學啊 測計學這一些 就是比較屬於 理工相關的基本課程 再來第14題是 為什麼想去美國念書 因為我對於 就是美國教育環境 就比較自由那種氛圍 其實蠻嚮往的 然後也想說可以去美國 就體驗一下美國的 夏園生活啊 然後我也很喜歡他們的文化 所以我當初才選擇去美國 而不是去英國 對 那去美國念書的話 我之前其實也有在想說 去美國念研究所 到底適不適合我 所以我那個時候 大三的暑假 我就有去美國上下級學校 就是去試試看說 我是不是真的適合 就是美國的學術氛圍啊 然後我到底喜不喜歡 去上完兩個月的課之後 我是確定我真的喜歡 我才決定說 我要去美國念研究所的 就是一步一步來 確定是真的自己喜歡做的事 自己想要做的 然後最後再去 追尋那個目標這樣子 第15題 為什麼選擇Miami 因為其實我身體蠻差的 我很容易生病 所以在學學校的時候 我就不考慮 就是北邊會下學的地方 就只考慮可能比較南邊啊 加州啊 或是佛羅里達這個地方 那最後就選擇去 天氣很好的Miami 第16題 畢業後想要做什麼類型的工作 嗯 我現在 因為其實人都會變嘛 那我目前想要做的是可能 公共關係 或者是行銷這方面 就是跟大眾傳媒都有相關的工作 再來第17題 感情狀態 就目前是單身 再來第18題有沒有刺青 有 我有一個刺青在手上 這邊 手腕上 小小的地方 就是為了紀念我們家狗狗去世 所以才去刺的一個情 再來 會講什麼語言 我會講中文 英文 台語 然後因為韓劇看太多 或是韓中看太多 聽得懂一點點韓文 再來 最喜歡的運動 最喜歡的運動應該是跑步 第21題是 最不滿意自己的外表 我最不滿意自己的應該是鼻子吧 我覺得我的鼻子太大了 太塌了 但是我很膽小 不敢去整形啊 或是打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 算了吧 就這樣吧 就是我的特色 再來下一題是 最喜歡自己的哪裡 應該是眼睛吧 對 外表來說的話是眼睛 再來是 心情不好時會怎麼發洩 心情不好時 我應該會哭吧 就是大哭完一場之後 再去找 就是解決的辦法 有人都會說 你這麼大了 為什麼還要這麼愛哭 我這麼喜歡哭 可是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哭是一個 情緒發洩的方式 那哭完之後 會讓我的心理狀態 會更好一點 當然事情沒有解決啊 可是就是你心情 平復一點 然後心理壓力 沒有那麼大之後 你再去找解決辦法 再去解決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是比較好發洩的方式 下一題是 心情好的時候會做什麼 心情好的時候就是吃 就是我很喜歡 就是吃很多東西 就是吃各式各樣的東西 對 下一題是不擅長什麼 不擅長 我應該是不擅長打字吧 不管是中文打字還是音打 我都打很慢 我記得那個時候托福 因為托福的 就是寫作的 Writing考試 需要去打字 然後我還去借了一個 就是鍵盤 不是筆電的鍵盤 就是真的是桌接那種鍵盤 然後回來訓練打字 因為我打字真的打太慢了 對 再來下一題是 有沒有什麼特殊才藝 特殊才藝 嗯 有我有個特殊才藝 我可以編頭髮編很快 但是因為現在是短頭髮啦 所以我就不示範給大家看了 但是我真的是 編頭髮可以編很快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玩 芭比娃娃 我就會幫他編頭髮 然後下一題是 如何去維持身材 維持身材的話 就是澱粉不要吃太多 然後不要吃宵夜 再來是最想去什麼國家 我最想去埃及 眾樂透會做什麼 眾樂透我會環遊世界 然後買房子 再來最喜歡的食物 最喜歡的食物 應該是海苔 海苔 對 就是我很誇張 我真的可以把那種 原本山 或者是高崗屋的 那種一桶海苔 我可以兩天之內就把它吃完 我真的很喜歡吃海苔 然後最不喜歡的食物 我最不喜歡香菜 真的是沒辦法接受香菜 請大家不要judge我 真的是香菜分兩派 一派是非常愛吃的人 另外一派就是真的很討厭 即使是放在食物的上面 都沒辦法接受 第32題是 最喜歡喝什麼飲料 我最喜歡喝綠茶 珍珠綠茶 尤其是天人名茶的珍珠綠茶 然後最害怕什麼 我最害怕蟲 各種蟲 不管是昆蟲 毛毛蟲 蝴蝶 就是蟲我都不太喜歡 下一題是電腦第一個開的網頁 我電腦第一個開的網頁應該是YouTube吧 就是目前啦 最近就是開YouTube 然後第35題怪癖 嗯... 我有一個小貝貝會抱著睡覺 這樣會算怪癖嗎 然後第36題壞習慣 我會把指甲剪很短 我覺得這是一個壞習慣 就是小時候的時候 我的手指甲我也會就是剪很短 就是剪到沒有白白的 然後我會把就是多餘的這些都剪掉 然後有時候會搖指甲把它搖到流線 可是因為後來我做了指甲之後 我就不會... 我就戒掉了手 就是搖指甲或是剪很短的習慣 可是我腳因為沒有做指甲 我還是會就是繼續有保留這個壞習慣 我會把腳指甲剪得很短 對 最喜歡的顏色 最喜歡的顏色目前是藍色 但是有時候會變 有時候很喜歡粉紅色啊 有時候喜歡白色啊 有時候喜歡黃色 就不一定啦 目前喜歡的是藍色 然後我的膚質 我的膚質夏天是混合偏 冬天是混合偏乾 喜歡的穿衣風格 我喜歡的穿衣風格應該就是比較有個性的那一種 但是我喜歡的穿衣風格 跟我實際上穿的穿衣風格還是有點不一樣的 因為你很喜歡那種穿衣風格 可是有時候穿上去可能你太矮 骨架太小或是太瘦太胖 你喜歡的那個風格不一定適合你 所以我喜歡的是就是比較有個性的風格 那實際上我穿的可能就是有時候會偏運動風啊 有時候會穿洋裝啊 所以其實不太一定 再來下一題是什麼時候開始化妝 我是上大衣之後開始化妝 下一題是如果只能選一種化妝品出門 你會選哪一個 我應該會選擇眉筆吧 就是我覺得眉毛蠻重要的 四十二題是喜歡去哪裡逛街 我喜歡去中山 就是中山那邊我蠻多小店可以逛的 再來第四十三題為什麼有拍YouTube 我覺得拍YouTube是想要記錄我的生活啊 就是初中 其實我一開始拍YouTube 是想要記錄我出國之後的生活 只不過因為我延期了一年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好 不然我延期了一年 然後我也 這一年比較沒有太多事情可以做 那之後要做 那還不如當時 就是那個時候現在開始做 所以我就在去年的七月 就是開始拍了YouTube 就是順便記錄我的生活 因為我覺得比起照片跟影片來說 我會比較prefer影片 因為我覺得影片是動態的嘛 許許如生 你可能過了五六年之後再回來看 就覺得說喔你那個時候 呃 可能想法是這樣子 心態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是照片的話 就比較沒有辦法表現出來 那文字的話 我又不太擅長就是書寫 用文字表達情緒 所以我就是以影片的方式 去紀錄我的生活 第四四題是最喜歡的一句話 我最喜歡的一句話 我把它寫在iPad的 某一個筆記的封面上面 但其實這好像不是一句話 這有三句話 是說 我這句話是在2020年的4月20寫給我自己的 然後下面有一個 有寫一句話是寫說 給未來害怕的我 因為人都會有比較的心態嘛 那其實在我延期之前 我是先畢業之後 我準備了一年 我才去念書 那我的心態就會覺得說 人家都已經畢業工作了 那我這個時候還在準備 就是要去念研究所 那就比人家晚嘛 那現在我也會覺得說 我延期一年 然後準備了一年 等於說我浪費了兩年 會覺得是浪費啦 但是現在我心態會覺得說 每個人有每個人 自己的時間步調 那我們不應該去 那我不應該跟人家比較 所以這一段話 對我來說就是 我覺得蠻可以振奮我自己的啦 振奮人心 所以我會選擇這一段話 跟大家分享 再來第45題是 山上跟海邊喜歡哪一個 我會選海邊 然後想嘗試什麼類型的影片 我想嘗試全英文的影片 我記得我年初的時候 就有跟大家講過 我想要錄全英文的影片 那我現在要再講一次 我想要錄全英文的影片 希望這一個月或是下個月 可以實踐出來 下一題是 想變成什麼樣的人 我想變成很自律的人吧 雖然現在我知道什麼時候 應該做什麼事情 或是什麼事情不應該做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懶惰啊 會拖延啊 所以目標還是想要 就是變成很自律的人 第48題是 最喜歡的Youtuber 我最喜歡的Youtuber是 Yu Rajin 她是一個韓義美籍的一個女生 然後她現在是在聖母大學讀大四 就我很喜歡看她的影片 不管是Vlog 或是就是拍有關講話 分享的題材 第49題是 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其實印象深刻蠻多事情的 可是要找一件真的 所有Detail都記得起來的事情 應該是我家狗狗 就是嘟嘟過世的 那一個晚上 所有的Detail我都記得超清楚的 就是幾點幾分 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我在幹嘛 她在幹嘛 就是我都記得很清楚 就是最後她走了的時候 我還要拿一本筆記本 把我當下的心情 就是把它寫下來 再來最後一題是 未來想嘗試的事情 我應該會想要嘗試跳傘 就是從飛機上面 就是跳傘下來 我覺得蠻酷的 對 好那這樣我就把50個問題 都回答完了 那希望就是這個影片 拍完之後 大家有更了解我 那最後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或是想要討論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喔 掰掰 我應該會喜歡的 我應該會想要來 我應該會想要幾次 你一定會想要оф量 好的 都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